果然沒有白涼粉 但是也可以做出爽滑的冰粉 很早以前 人們就學會利用果椒 或者豆腐紅椒 來製作涼粉類的美食 今天我們做的這一份神仙豆腐 就是用這些神奇的葉子來製作而成的 將新鮮的半舊葉子多洗幾遍 洗浸後沥乾水 然後用開水燙一遍 可以使其變軟 再將葉子放在石灸中搗爛 這樣果椒可以更好地發揮出來 最後放回以降溫的開水中 用手仿佛的油搓 使其枝葉中的果椒施放徹底 放用沙復中用力擠壓 過濾出的枝葉類似糊狀 富含豐富果椒 接下來製作天涯凝固劑 草木灰 草木灰加入開水中 過濾得到手需的碱水 神仙豆腐能凝固就在魚塌 將其加入到神仙葉的枝葉中 攪拌均勻 枝葉與草木灰水相交融 半小時後完全凝固在一起 QQ彈彈的神仙豆腐就形成了 大部分地區喜歡澆上油辣子 而我們廣東這邊 更喜歡淋上白砂糖攪拌均勻 吃起來味道清冷爽口 是消暑降溫的食品 這個夏天不要錯過了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